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多的皇亲国戚 出点小状况 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在长安城里 民间的自媒体 关于皇家的花边新闻 那是屡见不鲜 层出不穷啊 老百姓也乐得免费看戏 茶余饭后本来就没什么事干的 现在有了谈资了 大家自然也就乐此不疲了 汉宫里的这些皇亲国戚们 为了显摆自己家更为显贵 百库啊 蛮不讲理啊 这样的事儿那简直跟吃饭睡觉一样 每天都必须做的 这样一来 老百姓就很闹心了 就连坐在皇位上的汉哀地也不好受啊 你想想那些亲戚朋友们 今天朝他要地 明天要他讨官 哎呀 你要不给 他就坐地泡 泡到你点头为止 哎 偏偏汉哀地呢 谁都不好得罪 手心手背不都是肉吗 到了最后 最劳心劳力的 反而就成了他自己了 还好 天见可怜呐 汉哀地心灵最脆弱的时候 他生命当中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这个人叫董贤 他事实出现了 改变了这一局面 其实董贤这人吧 也不是这个时候才出现的 汉哀地还没有即位之前 董贤就已经在他手底下做事了 只不过那个时候啊 这董贤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公务员 没有几个人愿意搭理他的 可现在不一样了 有的爷们儿那是南大十八变 越变越犯贱 可这董贤呢 却是南大十八变 越变越成仙了 那模样俊俏的 就像外星来的人一样 哎呀 幸好那个时候没有整容数啊 要不大家伙都以为他是整容整回来的 这不 看惯美女的汉哀地 也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了 董贤是个超级美男 这一点无需质疑的 但到底有多美吗 这一点好像也没有什么确切的史料可以考证 只有汉哀地说的那句话可以作为一个辅助 说 董盛卿比后宫那个赵飞燕还要美哦 当然 这话可能也是夸张的 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嘛 赵飞燕怎么说也是人老色衰了 而汉哀地眼里 那董贤已经是自己的情人了 在他心里 这董贤比宋玉还要好看 对他是一见钟情 而且欲罢不能 两个人好上以后 感情是飞速的发展 可能有朋友就会问 诶 这两位是不是从小就有这种爱好呢 是不是从小就出柜了呢 诶 这种猜想是完全错误的哦 在有权有势的人心目当中 喜欢男人和喜欢女人不是一个问题 重要的是自己喜欢 普通人还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皇帝就更不可能被同一种爱好憋死了 所以啊 我要告诉您 这两位好上之前 各自都已经有了家事 都结了婚了 汉哀地就对董贤说了 这人知道你已经成家 哎 男人嘛 对家庭还是应该有责任心才好 要不咱们这么低吧 啊 爱卿把你夫人接进宫来 一起照顾 咱俩不就可以天天相伴了吗 哇 这汉哀地还真说得出口啊 抢了别人的老公 还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还要把别人给接进宫来 一起开心 一起happy 不过这还不是最高潮的 最牛的是董贤 他确实是把老婆接进来了 现场见证自己和汉哀地的激情故事 而且他顺便把自己的妹妹也献给了汉哀地 做了他其中一个妃子 兄妹两人 同事一人 哎呦天哪 这董贤还真做得出手 这汉哀地还真下得了口 真是不走寻常路啊 本来这些事吧 都属于皇帝的个人爱好 在后宫玩玩就算了 也没别人什么事 自己开心就好 又没妨碍谁 但是汉哀地的那些皇亲国戚们 不乐意了 他们不高兴 不是因为汉哀地喜欢男人 而是因为汉哀地你喜欢了这个男人 又把他的亲戚朋友都叫进宫里来了 这不就等于给自己增加了一个 潜在的竞争对手吗 想当初王家富家能进的后宫 不也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进来的吗 心里不乐意 这些人就想阻止了 但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 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 一向以来优柔寡断的汉哀地 在这件事上态度变得非常的强硬 在众多前来说服自己的人面前扬言说 朕从今以后只宠爱董贤一人 他要啥朕就给他啥 总有那么一天 朝中大权都会归他所有 哇 那些皇亲国戚们最怕就是听到这句话了 皇帝此言一出 各家亲戚立马就不淡定了 陛下 您身为一国之君 玩玩非主流可以呀 但绝对不能当真呢 董卿这么年轻 如何能担当大任呢 可是这汉哀地是不听这些的 不仅三天两头的送些香车宝把 针起骨玩啊 给自己的亲密爱人 还愣是想着方法要把他拉上来 扶上位 掌管国家朝政 这一下连父老太太都看不下去了 见到自己的孙儿为了一个男宠 居然如此胡闹 这根本就是逆天嘛 结果想来想去 想不通 一口气没缓过来 就此先去了 到老天爷那里去研究两性心理学了 董贤自圣卿 云阳人 他的父亲是董公 在朝中做御史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董贤很早以前就已经在太子府上当社人了 这个太子就是后来的汉哀地刘新 西汉建平二年的某一天 汉哀地下朝回宫 看到殿前站着一个人 他随口就问了 那个不就是以前的社人董贤吗 那个人马上扑通一下跪到叩头说 正是小陈董贤 就是这么一撇 汉哀地突然发现几年不见 这董贤是越长越俊俏了 比自己六宫粉袋还要漂亮 不禁大为喜爱 命令他马上随身侍从 对他日益宠爱 同车同城 同眠同踏 原本董贤在宫里是负责传漏的 什么是传漏呢 这里的漏就是漏斗的那个漏 在古时没有钟表 计时嘛 主要是靠漏壶 这个漏就是这个意思了 换句话来说 这董贤呢 开始在宫里边是负责报时的 拿到民间那是叫敲耕的 到宫里呢 就叫传漏的 现在汉哀地一看中他以后 没几天就提拔为驸马都位适中 出门上车是陪着皇帝的那一个 而且这董卿吧 据说长得女人味十足 性格也非常的温柔 嘴巧会说话 善于奉迎 那是人见人爱 车见车在 鲜花见了就会盛开 把汉哀地给哄的呀 对他是恩爱无比 如胶似漆 掰也掰不断 扯也扯不开呀 哀地就在想了 怎么地 也得为自己的爱人 封个猴玩玩 但是苦语找不到理由 正在这个时候 有人告发 东平王刘云的夫人 说他到庙里祭扫的时候 玩乌骨 祈求鬼神降祸于其他人 我们也曾经说过 在汉朝汉武帝之后 对于乌骨这种东西 非常的忌讳 所以这一条是大罪 得交刑部治罪 而且这夫妻俩还都认罪了 这个时候 有人就来拍把屁了 说其实啊 最早告发这夫妻俩的 就是董贤呐 壮是他告的 官司也是他打赢呐 功劳应该记在他身上 皇帝正在找借口呢 你给了我一个台阶 我还不顺势下去吗 所以立刻下诏 因为这件事情 把董贤封为高安侯 十亿千户 不久之后 又追加了两千户 这一下 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 这个人就是当时在朝中做丞相的王家 王家就站出来对皇帝说了 陛下 就算是个功臣 您这又送官又送钱的也已经够了 怎么能连国家的土地都送给董贤呢 这是不合规矩的 况且 董贤根本就没立过功 不过就是靠脸吃饭 模样长得准一点而已 您千万千万不能执迷不悔啊 说到前面那半段的时候 汉埃弟听了多多少少还会脸红一下 也确实自己对董贤是够好的了 但是听到后半段 汉埃弟不乐意了 什么叫靠脸吃饭呢 我贵为一国之君 喜欢个脸蛋又怎么地了 我妨碍你啥了我 当场一拍桌子 怒气冲冲的说 真乃一国之君 不就是喜欢个人吗 有何不妥啊 就凭你一个王家 就想管我的闲事 说完就直接命人 把王家扔到天牢里去了 你别说这王家吧 也是个硬骨头 心想这一回啊 自己是劝不住皇上了 如果皇上哪个时候一开恩 把自己放出去了 再让自己当回丞相 其实也真没啥意思了 算了算了 倒不如就这么死了吧 还能留个好名声 于是这王家就索性 在狱中开始绝食了 二十多天以后 吐血而死 消息传出 满朝文武都感慨不已啊 可是汉埃弟不管这么多 此刻把官员 有什么了不起的 只要我的董爱人还在身边 一切就OK 我的眼中只有董贤一人 从那以后 汉埃弟和董贤 那就更加分不开了 更加比糖还甜 比蜜还腻了 两个人亲密到什么程度呢 在汉书《董贤传》当中 有这样一段记载 说 长与上卧起 长昼寝 偏即上秀 上欲起 贤未觉 不欲动贤 乃断秀而起 啥意思呢 这汉埃弟和董贤啊 常常一起抱着睡觉的 晚上一起睡也就算了 白天也经常一起同眠的 有那么一次 汉埃弟先醒过来了 发现自己的袖子被董贤压住了 而董贤呢 正睡得香呢 根本没感觉到 汉埃弟抽了抽袖子 发现还抽不动 想叫醒董贤吧 看了他一眼 哎呀 这美人 睡得如此的香 睡梦中的脸蛋 是如此的粉嫩 如此的有气质 如此的美艳 那正是面若桃李 吐气如蓝 这分明是一幅 活脱脱的 害堂春睡图嘛 汉埃弟不由得 在心里 赞了一声 美呀 然后 蹭他一下 拔出剑来 咔嚓一声 哎 您别以为 他把董贤给斩了 他是把自己的袖子 给斩断了 然后 他就可以顺利的起床 下来继续欣赏 董贤 卧睡图 所以到了后来 人们都把这种 宠爱男色的做法 称为 断袖匹 这个事情传出去以后 汉室的后宫里边 宫女们各个争相效仿啊 动不动 就把自己的衣袖 给割去一脚 就好像在炫耀自己 也得到了皇帝的宠幸一样 这种做法 倒很有点像 今时今日 某一些 爱慕虚荣的人士 见到那些明星大腕什么的 穿了一件衣服好看 自己呢 也赶紧急吼吼的 去买一件 套在自己身上 只不过 这种做法 只能博得一笑而已 而那个董贤呢 睡醒之后 发现皇帝 已经不在身边 而自己的身子底下 压着皇帝的一片断袖 心里面 就更加感恩 汉哀地的深情了 从那以后 越发的柔媚 须于不离地侧啊 一步都不离开皇帝了 再到后来 人们就把同性恋 亚称为 断袖之痞 这个典故 就是从这儿来的 有了断袖 这种花边新闻之后 这个汉哀地 还觉得不够过瘾 他甚至有 更加大胆的新想法 说是有一天 皇帝在麒麟店摆酒 把董贤父子 还有亲属 都邀请来开吃 另外有王家兄弟 也是坐上课 大家喝着喝着 这皇帝啊 酒劲就上来了 眯一封着眼睛 看着董贤直笑 对王家兄弟 和其他的臣子就说了 我想向姚舜学习 今后把皇位 善让给董贤 如何 现场的臣子们一听 吓得脸都黑了 王家兄弟 当场就跪下 咚咚咚直叩头啊 说 天下乃高皇帝 打下的天下 不归陛下您私有啊 陛下继承祖义 应传流姓子孙 以至于无穷啊 继承权 事关重大 天子 无戏言啊 一番话 把汉埃帝的酒 都给说醒了 脸一沉 就不再说话了 公元前一年 这位不喜欢 走寻常路的汉埃帝 在位仅仅六七年 就突然去世了 董贤 因为没有了靠山 最后 也自杀身亡了 到这儿 这一场断秀之痞的闹剧 才算正式结束了